马上就要过年了 赶着年前走亲访友的人 也越来越多 但是最近在一些地方 很多人发现 随着春节临近 打车也越来越难了 深圳市面王女士 最近上下班打网约车发现 一到高峰期 订单就显示排队 需要等待三四十位左右 费用下来的话就会贵一些 特别是一些 因为现在快春节了 然后一些节假日的时间 就是排队很长 可能要等上百位这样子 而同样感觉到打车难的 还有深圳市面杨先生 他告诉记者 同样路线形成的订单 两个月前还是五十块钱 而现在已经涨到六十块钱 我能感觉到 就是司机都很多的 回去过年了 所以可能一定幅度的上涨 蓝嘉庆是一位在深圳 开了六年网约车的司机 目前他接到平台通知 服务费在农历27至29 每一单加五块钱 从除夕到大年初六 每一单加七块钱 他表示 虽然服务费有所上调 但是身边不少和他一样 开网约车的司机 依然选择提前回家过年 差不多有一半的司机 已经回家乡了 有的还塞到路上 陆陆续续续还得走 但还是有一部分司机留在这儿 某网约车平台 日前在机关网发布公告解释 为缓解春节期间打车难的情况 乘客在1月19日到2月3日期间 使用即时用车 预约用车 接送机等乘车服务时 需要向司机师傅 支付司机过节费 这边也是因为过年原因 可能是司机服务的 车量可能比较少 由于大量网约车 驾驶员穿节期间 开始休息 所以这1月24号到1月30号 是穿节期间 最难打车的几天